据传周一8月19日晚 在四川成都双流区西航港法治文化广场 有城管殴打摊贩 警察也到场抓人 城管和警察的恶行引发上千民众抗议 网传多条视频显示 有一人倒在地上 有两三人为其扇扇子 视频发布者介绍说 倒地者是被城管殴打倒地的摊贩 还有视频显示 一男子左手戴着手铐 站在车顶上挥着手臂说话 旁边聚集了大量民众 其间有大批警察在围城人墙 将该车与民众得盖 视频发布者介绍说 摊贩号召民众团结讨色号 据称视频拍摄时间是8月19日晚上9点许 据称在民众的抗争下 警察释放了被抓的小贩 随后被释放的小贩跳上警车顶部 挥舞着戴手铐的手臂 抗议城管恶行 小贩的举动赢得市民欢呼 示威行动一直持续到夜里10点左右 直到警察将受伤小贩送医院救治 市民才逐渐散去 大三消满愿 2枪 2枪 5ruff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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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感觉地上就发生了 那个强烈的碰撞 你看现在所有的人都出来了 整个小吃 大部分都睡觉了 你看都出来了 太恐怖太恐怖 我是刚刚到家呀 刚刚从板拉回来 你看所有的人都出来了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当时我走到这里的时候 感觉整个楼是这样晃动的 到这里结果就是这种样子 这样雨都口浪 阿迪摩 阿迪摩 你忘了 阿迪 阿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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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